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朱美代表于大雷告诉外国媒体说 台湾准备好打仗 结果被抨击是失言 但我们真的准备好打仗吗 先前教育部发青年的服务情调查 引发民众质疑说 怎么会动员学生上战场呢 结果教育部紧急喊咖 上千亿的军购 结果等不到货 然后爆出说被军火商扶爆了售价 国防 民防现在看起来好像都乱成了一团 我们的外交高官到底从哪里认为 我们已经准备好要打仗呢 民党一直都跳针说要备战才能够避战 但是连绿营的自家人 国防院的执行长李文中 都对政府喊话 说我们不能够只备战而已 应该要是核战两手软硬两手 政府在处理两个关系的时候 一定要有大陆的视角思考 大陆会怎么样来看整件事情 其次也必须要跟大陆的民众亲善 然后争取他们的理解 最后是至少双方应该要沟通的管道 那民进党与其说去跟着于大雷 黑熊这样喊打喊杀的声音走 为什么不听听李文中的呼吁 用沟通来取代对抗呢 费文怎么看 我相信在台湾甚至立法院 在一两个月前知道于大雷是谁的人可能不太多 如果说不知道他最近看他的发言员 以为他是国防部的发言人 这个他当然我们知道国防部长是谁 他不是国防部长 他可能是不是发言人 那仔细一看 哦 驻美 我们的驻美代表 等下是驻美大使 我们再看这四五十年来 我们驻美的大使 有没有讲过类似这样的荒唐的话 我想了半天没有 然后刚才我听立文讲说 这个了不起的驻美大使 讲了一句话说 台湾民众希望我们和乌克兰一样 我就请教立文 希望我们跟乌克兰怎么样一样 一样去上战场送死 死这么多人 一样流离失所 人口从世界四百万人变成三千六百万人 一样没有饭吃 还是一样怎么样 平常讲一个驻美大使会讲到这样子的话 我们很直约 我很少愿意去正面的去评价 或者否定一个人 但他真的不太恰当 一个大使 大使你不能代表国家的最高单位 或者是国航部去讲你不该讲的话 难道真的是我们要准备我们的高中生 我们的高中生是要准备去上战场去执勤了吗 难道真的要让 请教一下林伟 这个大使有没有五十岁 他应该不止吧 他现在不像一二十岁的人 这玩电动 我死了以后 重火一次 不会吧 他不会年轻到这个程度 他难道不知道战争的可怕吗 自古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国家 不管是台湾 很多国家文官说 哒哒哒哒哒 五官反而小心说 兵者国之大事 不可不胜 大家知道 那不是你打电动完了 你reserve一下 他就可以再重新再活过来了 我们看我们现在平常讲 从2000年以后 2000年以后 人家讲大陆好像工业发展进步很快 它发展工业发展是进步很快 基础建设能力是很强 但是平常讲 大陆这二十多年来 是它军火工业进步全世界最快的 1996年 我们在大陆跟台湾飞弹危机的时候 我们海空军的能力还是蛮强的 现在是以不成比例了 所以我是觉得不要去轻言 我要去开战 这样子的事 当然如果被欺负到人无可忍 我们可以去同仇地开 但是平成的时候 不需要一个驻美大使 一个驻外国的代表 就去讲这样子的话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的军国 我们这些年来平常讲 军国也买了很多 光美国现在我们付了钱 美国还没有给我们的 有人讲两百多亿美金 有人讲上造台币 我们再看美国 很多年没有军援台湾 现在军援台湾 发现那个什么 什么防弹背心啊 什么都是都是仓库的 可以讲不敢讲说 一定是淘汰笔 都是库存里的库存 雷神最近发现 雷神也多收我们的钱 我们当个凯子 然后一天到晚说 哎呀我们熊 我们很强壮 我们跟乌克兰一样 想要去打仗 真的是 我不敢讲说我们的官员是 好像很多人是朝这方面来想他 我觉得李文中讲的真是没错 李文中当过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 我相信跟预防也同事过 其实他是蛮强悍的 你看后来他当了八年的退普会的副主委 以及现在当我们叫做什么 国防院的执行长 他难道不了解我们台湾的战斗能力吗 就算台湾战斗能力再强 两岸还是要多多沟通的 我提醒大家一下 我这半年来至少听到两个外资 谈到台湾的投资什么东西 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 台湾会不会打仗 我们从最近这20年 台湾带外资来大型的重型的投资 几乎是没有 人家会考虑的问题是台湾会不会打仗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